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圖 让日本八代市议会 访问团一行人相当惊艳 里面不止画着基隆港口景色 也有基隆庙口 以及著名的庆安宫妈祖庙 委托航 中正公园 以及海科馆等 总共基隆36个著名景点和地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亲自向八代市议会议员们介绍 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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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就是我們基隆的36個很重大的景點都在這幅圖上面 郵輪 奶麻吉 這個叫做田寮河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在台灣開墾的第一條人工運河 就是這條田寮河 這條田寮河 除了基隆住民景點和地景 畫裡面也有以活動為主的老鷹嘉年華活動 和中原季放水燈頭活動 更有以人為主紀錄在人愛市場一樓採買蔬果魚肉 以及到二樓享用各項美食小吃的景況 整幅畫就是希望把基隆住民的景色和人文文化濃縮在一起 讓來訪的貴賓一目瞭然基隆市市民的日常生活 各項文化及建設發展 這個是一個景點嗎 對 厲害 這個是我們每年暑假的一個叫做老鷹嘉年華的活動 因為我們基隆港周上面會有很多老鷹 老鷹是我們基隆的飼鳥 那我們就有一個老鷹嘉年華的活動可以讓大家走在街上 我們都會有很多來賓客人 然後我每一次用這樣子介紹比較快 介紹基隆 所以我請一個畫家特別畫的這幅圖 國寶及宋朝繪製的清明上河圖 由故宮收藏享譽國際 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圖 則是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室裡面 雖然會畫方式歷史價值完全不能比較 不過意境內容是類似的 同樣是紀錄當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築以及著名的景點 這次來自日本九州八代市市議會訪問團 由八代市市議會經濟企業委員會委員長 古秋金毅 以及議長田芳芳信一行七個人組成 在基隆市姊妹市促進會理事長陳士斌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基隆市議會拜會議長佟子委 以及副議長楊秀玉 雙方就兩市之間長期以來的熊本熊物產展 以及港口郵輪觀光發展 甚至到老年化的長照 以及棒球運動等多項問題交換意見和經驗 彼此都希望可以借進對方的優點 促進兩世間的各項發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